接下来我们来去看其他的功能 首先在这个地方有连线及时跟截取 所谓连线及时就是说 假设当原子资料改变 我这边资料跟着直接改 为什么 因为它是取得的 它是连线取得 所以它只是很像记录了 就是超连结的观念 原始资料改变 目的资料就跟着改 那如果你用截取 对不起 就是原始资料改变 这边目的资料是不会跟着改 因为就等于中断掉了 这个截取 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因为假如说像股市的资料 它是即时一直在跳动 好一直跳动的这种资料 它有不有利于分析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假设你资料非常需要这个即时的呈现 这个时候我们的分析的策略是需要修改的 再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一千列 可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数据有一万列 两万列 十万列 一百万列 这边是不是只有呈现一千列 一千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只是大致上让我们看到前一千笔的资料 内容长什么样 因为这边并不是为了要做数据的分析 而是要做数据清理 对 所以接下来下一件事我就要教你清理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清理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不需要呈现所有的资料 那请问如果我的资料只有 只有58笔记录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还是一千 只是这边就只有58笔 好 接下来 接下来你看我这边是不是都讲完了 可是这里还有很重要的是 这一块就是让我们去做关联 去做关联 还有这边可以新增筛选 举例来说假设我针对取得的资料非常非常多 我们这个资料呢 假设有来自民国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可是当我今天数据分析 我可能只希望拿到 拿到 我只希望分析 例如说近50年 这个时候呢 近50年你就可以透过筛选 筛选 好 只是我们现在哦 真的 大家拿到的资料量其实都很少 但多跟少 稍后就是 更加去使用数据 你才会知道 其实是非常少 举例来说好了 我们现在拿到的这个统计期 其实是民国103年的3月 的整个3月的订户数 对吧 好 那请问我们能不能拿到3月订户数的完整资料 举例来说 哪一个定 就是哪一家 然后地址是什么 还有他定了哪些台 他有几个机上盒 对不对 好 这些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只提供一笔完整的记录 所以如果你要拿到所谓的大数据 建议是要拿到以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不应该是业者 一个月的月统计资料 而应该是拿到这个就是每一家吧 应该算是家 不管是家庭或者是公司行号的详细的资料 这样子的话才会得到更多的资讯 好 那我们这边其实以大数据来说 这边只拿到月统计资料 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好 而且你知道吗 他只有提供季 就是一二三月好的一个季统计 这个六月 其实那有没有四月五月 好像就没有 他就只有六月 所以其实就只放了一个 就是说季统计的资料 好 就提供给你参考 还不是月 那如果拿到月 是不是会更好 好 好 好